大家好,我是馬克炮 我今天是代表聯發科技教育基金會來這邊提案 這個提的案子是一個推推坑的案子 就是希望能夠製造出更多的坑 大家可能比較常聽到聯發科技,但比較少聽到聯發科技教育基金會 我們今天來提案是提一個聯發科技數位社會創新競賽 這個標語很好記,它就是希望能夠把大家的智慧都留在家鄉 往家鄉紮根,然後能夠回饋到家鄉 能夠創造出更多有幫助於鄉裡,然後在地的數位社會創新的活動 那聯發科技教育基金會呢,它是長期關注於科技和教育的一個基金會 它辦了很多的活動,然後也辦了很多的競賽 那主要是聯發科技它其實是希望說透過科技來改善人跟人之間的生活 然後創造彼此的連結就可以創造出更多無限的可能 那聯發科技教育經濟會特別關注在科技教育的部分 那我們這次提的案子呢,是它原來的發想是說 希望每個人都可以為家鄉做一件事情 那這個比賽的活動呢,就是它跟GNV Grant很像 就是跟公民科技創新講究已經有點相像 但是它稍微有點不太一樣的是說 我們希望說能夠把這個專案的單位呢 向下落實到 向下落實到以台灣的每一個鄉政委單位 那我們這個比賽呢,但你說要把一個可以影響家鄉的事情要做好了 沒有錢是萬萬不能嘛,但是我們有提供一點點錢 那這個錢呢,不是這個比賽 也不是說我們希望能夠吹聲的事情的重點 那所以大家放在這邊看過就好了 我有幫你特別放大一下 那重點是,我們這個希望我們提出來的案子呢 主題必須是以台灣的368個鄉政,或者是以區委單位 然後你呢,提出的案子希望能夠是草根在地性的 所以你不是你自己的想法就好 你可能是要跟你們在地的一些文化協會 或者是社團、學校等等公共組織 要去跟他們提供徵詢意見 然後有一些腦力激盪 然後再提出來的這個案子 會更好 就是你必須要有 希望能夠在這種地方的討論 然後最重要的重點是我們希望你提的案子呢 也是比賽的評審重點 就是說是你要帶動社會影響力 所以我們的評比重點並不一定是 你運動什麼多厲害的科技 而是你要能夠把人跟人真的串起來 然後有製造出很大的社會影響力這樣 那這是我們研發科技教育基金會 之前有贊助了一些活動的案例的分享 那重點是報名截止是6月18日之前 那我們有比照黑客松 一般黑客松就是你可以先報名後組隊再提案 這樣子 那我們在外面有一個攤位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訊息 可以到外面攤位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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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感謝他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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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吃這個咖啡也是有我們的 谢谢大家